计程车业者不满Uber和竹林车合作 游走灰色地带 违规承览计程车业务 影响计程车生计 交通部长林佳容严拟补助计程车油资 中午用餐时间路边停车免费等方案 并在下午找来计程车业者进行讨论 竹林业因为它本身是以出租车辆为目的 所以基本上它并不去管理 这个驾驶安全的问题 它超出了客运业法规的规范之后 其实在安全上自然就会出现问题 我们并没有说政府一定要用补助的方式 来照顾计程车司机 但是我们要求的是 要有一个公平合理合法的竞争环境 计程车业者表示 只是想要一个合法营运的环境 从来没有想要拿纳税人的钱来过活 希望交通部不要搞错方向 应该尽速解决计程车与Uber之间的争议 否则不排除年节前自发性上街表达诉求 我们其实都是站在一个双赢的基础下面 希望可以一起用科技的平台 来带给台湾的交通产业更多的机会 所以我们希望是可以跟他们有一个良好的互动 良好的沟通 大家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 面对计程车业者抗议 Uber表示已和计程车队合作提升效率 希望能创造双赢 也希望提供消费者多样化的交通选择 人事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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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